各位漁友大家好, 今日的江戶就和大家交代一下我七差11日回到家裡漁江的情況 山脈就安好的, 一切都沒有什麼損耗 只是有些山湖因為山的地位升, 我當時沒有保留足夠的安全空間 有些山湖就關在一起然後就打了 有些他們接觸的地方就發白了 我七差11日在中間我就叫了我家人, 過來和我補了幾次水, 補了三次水 一魚就沒有壞, 山湖也是沒有壞, 就是只補了水 然後山湖各種都是沒有什麼問題, 和我在家沒有什麼問題 一魚是沒有壞, 但是一魚就沒有什麼事 那些小丑呢, 就可能會 都不是瘦的, 都沒有瘦到 那條雙室蝦虎就肥了 因為我估計它很難跌走, 因為這麼多一些跌走 你看得到江碧蒜, 就關了一些跌走 江碧蒜, 你看到一塊一塊, 中間空了這些 就知道是雙室蝦虎, 其實它是咬的 有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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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was...有些... 一些蝦虎, 國內就叫蝦虎 有些地方叫蝦巴士, 吃蚕巴士 因為牠們是會吃這些...生在江裡面的青蚕 因為我10天都沒刷到白石, 七砧 所以它們會吃這些,所以這條雙膝蝦是比實質料還要肥 我剛才看到它是肥了,肥得很厲害 然後各方面都沒什麼問題 我等待會就會顯示一下我如何操作 如何清潔 乾筆就很簡單,用乾擦,擦乾淨就可以 這些下水口,因為有些肥皂散了 等人用牙齒和牙齒乾淨就可以了 我現在先顯示一下 因為這隻手要拿著機器在這裡拍 大家一定要記住,手一定要洗乾淨 一定要用清水洗乾淨 用清水洗乾淨,不用塗奶就化學物品 就好像新手就乾淨 千萬千萬不要用手去摸珊瑚 自己就看自己的狀況 如果安全可以建議,就戴一些醫學手套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我之前都有建議大家買的 那些水洗乾淨就知道 因為十幾天,在珊瑚上面 或多或少,都會有粉塵的東西 粉塵的東西黏在上面 然後沙上面 也是很多粉塵 就用這枝東西 放一些東西出去就可以了 因為沙裡面,它只要形成了生態 生態之後,形成了自己的生態 沙裡面是有些生物 會處理這些髒東西的 當然不是百分百的 但是很容易接受 我自己是建議海江鋪沙的 就會自然很多 然後 然後 找這枝東西 就吹了一陣子之後 我就發覺 這隻鋁 就跟那個 柳珊瑚 就靠得比較近 這個鋁跟柳珊瑚 靠得比較近 就直接 用手 將它們放在適當的位置 就可以了 我自己習慣就會直接 因為我有鋪沙 我就會畫一個小洞 然後就把 腦子 放入 我自己認為正確的位置 那裏 然後沙如果不平 我自己習慣 就靠一段時間 用手 直接 將它們 鋪平 就可以了 因為沙 是 因為水流調整的問題 各個鋼的情況不同 有些鋼 好像我的鋼 它鋪平 鋪平 就會積墜 在某個地方比較多 我就會用手 將它們 拆平 在這個過程中 光是會有很多 層外 你看得到 在鏡頭看得到 是白蒙蒙一片 這個不用擔心 這個是 安全 然後我就會把路 生物 放在靠近 這個視頻 看得到 比較 蒙龍 就大約這樣 調整 大家 記住記住一點 如果 伸手 在魚乾裡 處理的話 一定要 洗乾 這隻手 然後 這裡 生了 之後 我還會清 走 這些位置 等一把牙刷 把牙刷拆乾 然後 剛才 大家都應該 留意得到 在這個位置 紅色 紅瓦片 旁邊 就生了很多 羽毛組 羽毛組 它 跟所有的組類 都會吸引燃燃 但是 羽毛組 因為它 扣近 SPS 扣近 比較近 我等待 隔一段時間 我就會把牙刷拆一點 你看到鏡頭 其實 裡面 是有六甲 牙的 它 就完全被 遮住了 我等待 就把 這些 撥開 就只要用手 把它 拆開 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 有六甲 是 被 遮住 如果你們 擔心 一些 小羽毛組 這些 小羽毛組 你們 木石上面 有 你就要 落乾之前 就要把它清掉 把它拔乾淨 拔乾淨 就可以了 因為它 影響不到 角紅的牙 但是 就會影響到 角紅的牙 然後 紋了 就可以了 這些 就可以笑 魚毛做 有些 直接 用牙刷 刷乾淨 下水就可以了,因為大家都看到 它會有很多 灶 生在上面 我一般如果自己在家裡 下水口這裡會有很多灶 我會用牙刷拆掉它 如果在家裡的話,我隔兩天就會拆一次 就會清清下水口 就好像這樣,用牙刷,把它拆乾淨 就可以了 然後其他就沒有什麼 我這兩天會替它換一次水 替光蒙一次水 然後等一會就會 將光碧上面的海酒清乾淨 就可以了 電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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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